大家好 我是新闻主同盟范國威 我是譚外邦 是 剛剛今天下午三點鐘 林鄭特首和一眾高官開了記招 宣佈正式在兩個禮拜之後 香港就會推行全民測檢 聲稱是免費的 每人可以做一次的 是自願性質的 但是我認為 或者我們認為這個全民測檢大有問題 所以今天就和其他區的區議員 包括馬譚、海邦 來到政府總部表達我們的抗議的聲音 現在政府就罔顧這麼多日 這麼多醫療人員我們的意見 竟然再去陰點多另外幾間的公司 總共三間中資公司 就去做這個全民非強制檢測 我們擔心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檢測人員根本就沒有香港的資歷 究竟他們如果犯錯 究竟他們如果醫療失當是怎樣問責呢 另外就是香港恆久以來都是有公開招標的制度的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被林鄭陰點 就是可以看到林鄭真是一個制度的破壞者 是啊 那就林鄭口口聲聲在記招那裡說 說過去有很多香港人就質疑 這個大陸那七位的檢測人員來到香港 然後就說有人就將政治凌駕公眾安全 我想說特首林鄭正正是賊喊觸賊 如果是關顧香港人的公眾安全的話 沒理由我們的特區政府不早早就封關 不會是去收緊在2月至6月 有高達29萬的境外人士來到香港 免測檢免隔離去進入境內 而導致到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慘況 就是第三波的社區爆發 反而林鄭她自己不應該做的就做到足 甚至乎是本末倒置地去強行 是利用大量的公帑 是去利益輸送給這些中資公司的情況之下 是去強推這個全民測檢 我們認為絕不可取 特別是現在說的這個全民測檢 不單是由這些專業資格承移 背景是受到香港人 即是不能夠取信於香港人的這些中資公司去做 現在連那個測檢的方法 就用了叫鼻煙、口煙的色紙樣本收集的方法 那個準確度 有很多醫護界的人士都說得很清楚 是遠遠低於我們港產的 深喉脫逆測試的收集方式 更加不要說在過程中會有一定的風險 其實那個名字聽起來都有問題 叫鼻煙、色紙 這些很明顯是大陸用語 我們香港其實為何選擇深喉脫逆呢 好處就是可以自己做 自己去吵一吵 不用別人幫忙 如果用一支棒 我們避免用色紙兩個字 用一支棒去吵我們的深喉 其實自己做可能會不適 甚至其實會令到那個棒有機會斷 好了如果找人做呢 就重大問題 因為當找人做的時候 那個拿著棒的人 如果沒有防護裝備 其實是相當高風險的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用棒去收集 深喉樣本這個方法 我自己看就真的比深喉脫逆的更高風險 再加上就是三間公司 一間香港公司都沒有 之前他去做一些高風險群組的時候 都起碼有兩間中資一間港資 現在說全港做三間都是中資 獅子就將中山體育館 撥了給華大旗下的華星實驗室做火眼 現在真的很好處 體育館也給他 租也不用交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要記得 這個華大的這個武公司 旗下有一間叫新疆的華大的子公司 在之前就是試過收集一些 DNA樣本就做檢測 我們政府竟然容養一個同系的子公司 來到香港幫忙 還要政府給錢 政府陰點給體育館去 有沒有搞錯 那有人推算過了 大家知道了 過去做深喉樣本 測試呢 大約每一個人是要講二百多三百元 如果要短時間去推行這個全民測檢的話 是在講幾多 七百五十萬香港人成三百元 這裡是在講二二億 更加不要說有部分的測檢方式 是可能貴過每人三百元的 可能是整個的計劃是高達六十億的 最終的洗費是高達六十億 現在優先地這三間的中資公司 在林鄭月娥特首 沒有經過公開招標陰點的情況之下 已經可以三間中資公司 瓜分高達二億五千萬的 這個這樣的記住 是我們香港人的公帑 是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錢來的 但是不能夠達致到它原本應該有 做防疫抗疫的這個效果 記住做了測試不代表你 不會繼續去感染到這個武漢肺炎 做了測試在一個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情況之下 才是有作用 當你那個測試 測檢的時間和量是追不上 社區爆發的傳染的話 根據專家說 根本做來的作用都是不大 反而我們相信香港的醫護人員的說 第一就是如果你要做測檢 現在的瓶頸在哪呢 就是說那個硬檢不足 特區政府要做就是把那些錢 去投放更加多的硬檢的投資 去增加那個測檢 第二那個測檢的方向 就不是全民測檢 是將香港現在緊絕的醫療資源 去做高風險社群 和高風險地區去做測檢 這個才是指導卡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 去體重香港人的公眾安全 針對性地去做防疫抗疫的工作 其實現在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林鄭根本現在不理民間意見 只是想討好大陸 就是我們見到林鄭 由以前廣英時代的高官 去到發展局局長 去到現在 去到這個特區政府的首長 但是竟然是全部只是你大陸的感受 我們香港人感受他們不理的 就是這個大家要知道 以前公務員一定把關的 怎麼容許這些不招標 公務員也會很看重專業 因為醫療人員 或者實驗室人員 全部香港要註冊 有一個叫做醫療化驗師的制度 但是竟然林鄭一句說 他們豁免註冊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可以讓他們豁免 香港醫護人員讀這麼多年書 考了這麼多年史 你現在說豁免他們的專業 之後他們如果犯錯 即是那些大陸醫療人犯錯怎麼辦呢 我想現在的情況很清楚了 就是我們香港人唯有自救的方法 就是不參與 因為不參與的話 DNA或者資料 就不用有這個 去到不知道哪個角度的風險 還有一個不參與的原因 就是我們不可以縱容 林鄭政府這一種不依規章制度 不招標的程序 我們更加要向大陸的醫療說不 第一 香港人要問自己 當你去想 你或者你的家人 會不會參加特首 這個我們認為是包藏禍心的 全民測檢的計劃 你問自己 客觀的標準 香港的醫護界的專業水平 是遠遠高過大陸的醫護界 第一 第二你要考慮的是 你信不信得 特區政府是會做所有 應該要做的工作去保障 你參加了這個全民測檢計劃之後 你的個人私隱 你的DNA樣本 是不會外洩 是不會用在其他的用途 我自己就很擔心 我是不會參加這個全民測檢的計劃 我寧願自己銀河包 給錢去找香港的醫院 或者私人診所去做測檢 我不會因為特首 現在去濫用我們的公帑 浪費公帑的情況之下 是去將我們的個人私隱 將我們的DNA樣本 是左手交右手這樣 將它送中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 香港人要想清想楚 好 林鄭月娥就說三間機構 都有香港註冊 你怎樣看呢 其實現在林鄭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那些大陸的檢測人員來到香港 是會豁免專業註冊的 那就是說 它可能有香港公司的殼 但是裡面全部都是大用大陸的檢測用品 大陸的人員 事實上也都 這幾天林鄭的政府已經說 有二百多個是已經豁免了檢疫來到香港的大陸人員 已經過往幾個星期來了 那就是說換言之之後 陸續又來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接受這一批 沒有香港之力的大陸檢測人員呢 怎樣看林鄭月娥現在香港的醫療機構 在這次檢測這件事件上面 是跟大陸的醫療制度走的呢 我認為林鄭是藉著這次武漢肺炎 在香港第三波的社區爆發呢 是以防疫之名去引入大陸的制度 帶來的後果呢 是實質直接空前地影響香港人的權益的 我們病人的福利 我們個人私隱的保障 是藉著防疫為名的話呢 是直接引入大陸的醫護人員 甚至變相呢 是在政治上面去報復我們的 我們香港人很珍惜的醫護人員 在過去透過罷工 是要求林鄭政府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和要求封關呢 我們認為林鄭是既在心裏面 現在是公佈私仇這樣呢 是借大陸人員來到香港去做測檢呢 是去報復香港的醫護界過去對林鄭政權 提出種種的質疑 但是現在負高昂的代價就是我們香港人 而林鄭是政治獻媚 林鄭月娥有講過呢 是用三間機構去檢測 如果出了事 出了事故 是三間機構負責人 還有這個其實 是不是香港人應該要擔憂呢 還是不擔憂呢 說真的 林鄭說那些機構會負責 其實大家都不相信 現在林鄭是貼了大床 給這些機構來到香港 如果這些機構是檢測有什麼事 到時一定是會補它 說真的 現在林鄭已經給了這三間機構 換之任何的樣本任何的錯誤 醫療人員犯什麼錯 她都會在制度內逍遙 制度外逍遙法外的 所以她說的已經不可信了 還有一個華大的新疆公司 實際上好像被美國制裁都掌上有名 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整個這些制裁 美國政府選一些公司 我相信都不是完全沒有因由的 也有很多證據說 新疆那間華大的子公司 是有可能出現DNA的監控 那我想無論美國是否制裁都好 這間公司其實已經存在一些疑問 為什麼我們會用同系的子公司華升去做呢 如果是通過公開招標程序的話 自自然而就會對這些公司的一些資歷 一些專業水平會有一個把關 但現在是陰點 那其實已經是肉去離張 那我簡短一兩句總結 然後大家可以問問題 大家是不是確定所有因都收到呢 好 那今天就聯同幾位區議員 就去講回我們對於 由這個大陸公司去承接這個 非強制的全民檢測 是表示相當憂慮和憤怒的 那個憤怒是有幾方面 第一普遍市民是對於大陸的檢測 是缺乏信心 第二樣就是基本上整個過程 是林鄭為這些大陸公司 量身訂造沒有招標 還竟然豁免這些大陸的檢測人員 是他們的專業資格 這件事是相當離譜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記者會 希望表達市民的聲音 要求提供一些非大陸的檢測方法 往往告訴大家 正如一位醫生所說 一些免費檢測 反而是最貴的 到時的資料 究竟是去哪裏呢 其實現在真的警方 不知道昨天是直播 講一下甚麼事 就是那邊繼續去 明明兩位區議員已經走開了 我們現在兩位那邊 兩位都要作出騷擾 好了 好了 已經處理了 你講幾句 其實這樣的 有些街坊固然是很擔心 那個中資背景的公司 但我們另一方面都明白 政府是有這樣的需要 短時間內去增加大量的檢測數量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是說 完全排除了 不讓中資的公司去參與 而是我們要求政府是開放 給不同的背景的公司都可以參加 那些街坊他們可以自己選擇 亦都反過來 有些很愛國愛港的街坊 他們很支持中資的機構 非中資的公司不用 那你便讓街坊選擇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排除現在這個做法 而是他不讓其他公司 沒有安排到其他背景的公司參加 這個就是令到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這個亦都是引起很多街坊 憂慮的地方 所以希望政府 都是重新同一句 如果是想真正做到全民的檢測 就希望他可以想多些辦法 令到大部分的街坊都願意去參與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補充多句就可以大家提問 其實現在林鄭政府對這個安排 只是容許三間中資的公司 陰點 他們來幫香港市民檢測 其實變相是更加多市民 因為沒有信心 而不去檢測 所以政府想達到的目的 刻刻相反 就是會很多市民 並不會去走往這些機構進行檢測 我再次強調 今次林鄭 度新訂做給三間的檢測機構 中資來到香港 是破壞了香港的醫療專業 批張制度 而政治目的很簡單 就是製造大陸幫香港的假象 是向中央顯微 我就未完全聽完記者會 究竟這些大陸的人員 他們來香港的費用是怎樣安排呢 本質上因為我們反對他們來 所以我們是不認為 他們的任何費用 任何的開支應該香港承擔 我們認為香港是有足夠的醫療的公司 檢測的公司 亦都是有很多的醫護 已經發聲說香港搞得好 所以其實現在林鄭不向醫護去要求幫助 反而是叫大陸幫忙 其實每一位醫護看在眼裡 都覺得林鄭這個是綁固病人的權益 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